嗨,大家好,我是豆点,江泰公钓鱼愿者上钩 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 即便是小学生,想来也都能讲出这个历史典故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源自江泰公与周文王的局 泰公钓鱼局 又名君臣庆会 典故中的两位主人公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是太有名了 一个是创造了后天八卦的有为君主 一个是为周朝伐咒实现改天换地的最大功臣 也被称为百家之师,谋士始祖 他就是江子牙 泰公钓鱼众所周知 那群臣庆会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奇门盾甲里有个术语叫一星换斗 紫薇斗树里有个格局 那就叫君臣庆会 这是个特殊的天局 它有两种表现形式 自古以来 诸子百家都将帝王术视为君主的南面之术 那什么是南面之术呢 就是君臣的尊卑之礼 通常位卑者朝见位尊者作赐是有严格要求的 也就是说君主南面臣子北面 这是君臣之礼 得把这个位置得凸显出来 《易经说卦传》中说 圣人南面而听 天下相名而至 意思就是说圣者指的就是皇帝 坐北朝南而至天下 面向光明的阳光而至礼天下 春秋繁禄也说 当阳者君父是也 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 阳贵而阴见天之志也 这些都是说君主要南面至礼天下 这里咱们插一个点 就是为什么君王要面朝南呢 这呀就牵涉到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的问题 我国呢地处北半球的中位度和低位度地区 地势呢是西北高东南低 古人建房子呢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 这种朝向的房子呀 冬天可以避寒 夏天可以迎风 由于房屋呢都是南向的 辈分高的人呢一般又住在正中间 面向南方 辈分低的人自然就要面向北方 以南为尊的习惯呢也就这样形成了 也有的说呀人均的南面术 与道家有密切关系 咱还是说回正题 中国呀有个词语叫南面称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皇帝坐北朝南称君主了 受百官的北面叩拜 官员呢南坐朝北 总之呀这个词在咱们中国古代代指的就是称帝 成就霸业 而且呢中国还有一句话 讲北面称臣 败北而逃 说的就是认怂了称臣了 与南面称姑呢相反现象就叫北面访贤 这里呀就暗藏了君主访贤之力 文王背太公 刘备三顾茅庐 文王尊贵不尊贵呀 驱驾渭水之兵呀 背一个老头八百步 刘备呢 刘皇叔尊不尊贵 驱驾三顾茅庐 找一个小年轻人出山 文王背太公八百步 大周享国八百年 刘备三顾茅庐 诸葛亮三分天下 自古的常理是贵人不踏见地 但是呢另一种情况是地心北面 有人要问了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天下黎明百姓的生计 屈尊访贤 当年刘备和周文王一样有心无力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为天下计 国君呀还能继续摆架子吗 当然不能了 只能呀去屈尊想办法尽用贤能 既然去访贤了 古来的英雄人物呀多怪癖 意向来呢远离庙堂之上的纷争 贤者不在庙堂必在山野 在山野待久了 难免有点心高气傲 孤僻正泛滥 所以呀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端到帝王的架子了 要虚心求教的样子 硬装也得装出来呀 此时呢帝王北面贤者 贤者呢南面君王 为的是什么呀 趋利避害而已 兵书有云 为君之道必懒天下豪杰 通至于众方能横扫六合一筐天下 人君只要抓住贤财之欲 则财必为我所用也 尽用贤能要学会收买人心 从其所欲必其所不欲 贤财为我所用 则我主无忧 以解人君之恶 君臣尊卑得位万邦来朝 此位呀 人来求我非我求人也 人来求我当何如 当在金鸾宝殿白白谱 我泱泱大邦不可失了体面 万邦来朝 而当君臣尊卑失位的时候呢 人君求贤而去 须抓贤者欲为我所用 帝王之术 治人而不治于人 该威严的呢要威严 该屈尊的时候还是要屈尊的 简而言之呀 君臣尊卑得位 要知欲臣之道 相反 君臣尊卑失位 要明访贤之礼 如此的天下无咎 这就是君臣庆会局的 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太宫钓鱼局呀 核心不在钓鱼 是后半距离的 愿以上钩的人 这个人是谁 就是周文王 只不过呀 因为尊卑失位 显得周文王的存在感 好像不如江太宫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江太宫 即便放在现在 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君不见 江子牙当时钓鱼的时候 已经六七十岁了 无论是在当时 还是在现代 哪个权力集团 敢让一个六十多岁的 糟老头子 安排到 仅次于总裁的位置呀 集团内部的派系力量 能心甘情愿 心服口服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江子牙半生潦倒 干啥啥不成 还是个被女方 赶出家门的坠绪 这样一个半生不得志的老人 想让他坐上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位置 该怎么操作呢 咱们现在呀 都流行背调 古代更讲究背景 以江子牙当时的背景 根本过不了背调这一关 江子牙最后 从垂调的老头 一跃成为武王的上富 跨越了很多个阶层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太公钓鱼区 谋权呀 也就是政治生存 向上进去的逻辑 谋富呢 是经济生存 向上进去的逻辑 本质上呀 最终都是要为 有效的控制资源 为官之道 先谋权 再维护权力 最后再控制资源 这三件事情啊 都是所有围观者 都在做的事情 这一局里的江太公 为了谋取一官半职 而做的事情呢 是先找一个文王会 路过的地方 然后呢 用直钩钓鱼 吸引身边人的好奇心 跟现在的网红差不多 咱找个噱头 先成为人民关注的 焦点新闻 毕竟呀 自己快八十了 主动去求职 估计连大门也进不去 这个新闻呢 传到了文王这里 文王也很好奇 于是就上前搭话 这样就有交流 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了 太公也是有真才实学的 一番交谈下来 文王深深为他的 眼界和才学所折服 主动要求他入朝为官 之后的事情呀 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呢 咱是从求权者的角度 来不得去 如果是求财者的角度呢 你看我出门访闲 还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我都能请来拜相 大家肯定知道 我是一位惜财爱财之人 才会有更多的人才 过来投奔我 何仇是也不会发展壮大呢 说白了呀 咱们这一局呀 是江子牙和周文王 共同配合来部的局 各取所需 共同完成 目的就是让江子牙 名正言顺地坐稳 太师的位置 其他人呢 还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意见 同样的操作 秦国的秦孝公和商鞅也用过 为了支持商鞅变法 秦孝公一步步地把商鞅 送到了大良造的位置 同样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周文王与江子牙 秦孝公与商鞅 诸葛亮之于刘备 这些君臣相见的那一刻 是不是君臣庆会 他们的相会 也注定会成为 中国历史长河里的绚丽篇章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的系列长视频 无法抗拒的签门36轨迹 它将改变你对策略和智慧的认知 欢迎大家订阅 我的频道呢 在每周一周五上午的九点 准时更新 改时间咯 记得准时观看 下一期的视频呢 我们会继续聊聊 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 纠战雀巢局 有人说这是一次 不流血的篡位史 它就是田臣篡旗 在签门局当中 被称为田氏代旗局 大家记得准时观看哦 拜拜